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长 家长都一定会很心疼 用这个理念来砸根砸死我们职严钱卫生的部分 因为它跟于家长都不能够受到小伤 受到小伤 家长一定会很心疼 安慰家族里面的职业安全卫生 这样一个奖项 当然我刚才同仁跟我分享说 劳动部把这个界定为奥斯奖的部分 我觉得是蛮好的 这一种肯定 大家在资产上推动 落实这样职业安全卫生的肯定的部分 我们今年我们全国有十个单位 我们得到三个单位 统一企业 我们有盈其美 还有大统一三家企业 都是我们的安慰家族的成员里面 能够这样一步一脚印 砸肉食我们职业安全卫生的部分 还是我们所谓十家里面有三家 但是如果广义的讲 我们全国十家我们有四家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生霸的安慰家族里面 有培养出一个小鸡兴 他是脏化的跑到我们 跑到我们太南来参加安慰家族 结果把他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能量 所以新颖我们也得到了 所以等于四周五周中三个半就对了 实际上我们蛮好的 我们台南真的 我们都不尝试分享创作工豪 所以我们都把好的成果一样 不只是分享给台南的好伙伴 别的县市的好伙伴 我们一样分享给大家 跟我们做工兴探团一样 我们台南把它做好之后 我们也把它展开到别的县市 所以我们韦哲市长第一个鼓励 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家人 第一个另外一个更鼓励我们不尝试 把好的成果分享给别人 大家能够共同一起 正经这位分享创作工豪 当然接着我就来拜托 我们今年得奖的统一七月 我们柳营奇美 还有大统一三个安慰家族的伙伴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得奖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在哪里 一样跟大家来分享创作 共好 同意去那郭文医院公司 经历简字弦标席 王局长 以及 罗工局的一些各位长官 及我们的一个 公安的一个业界的一个先进 我是统一七月公安市简字弦 然后在这一次的一个 劳动部治安署的一个 国家公安奖 我们获得企业标杆奖 这边首先要感谢劳工局的一个 各位长官 在不断的在公安管理方面 给予我们的一个指导与提息 让我们在管理的一个事务上 能持续的一个精进 然后卓越 所以也要 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统一七月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员工 我们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参与 同行协力 所以才会获得此奖项 然后在这个奖项的一个部分 统一的话最主要是以建构 安全舒适健康生活的一个工作场所 来保障全体员工的一个安全 然后以作为我们职业安全 卫生管理的一个依据 然后在这个整个一个精进的一个 做法的一个部分 我们包括在我们的一个设备 作业的一个自动化省力化的一个作业 包含我们的一个稻豆作业 我们可以去节省人员的一个搬运的一个操作 以及我们的一个隔堂作业 还有我们也利用自动化的一个设备 就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一个 腌制肉品的一个堆叠的一个方式 跟素食面的一个包装的一个自动堆叠的部分 这是我们在相关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推动的部分 另外我们也有研发新的一个骨仓清仓的技术 以往人员是要到骨仓里面去做一个清除 包含有公安跟环保相关的一个危害 然后我们利用自己研发的一个技术 也申请到国家的一个发明专利的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这个技术也能带动给相关的一个产业 可以利用这个部分来减少 公安方面的一个植栽的一个产生 然后同时我们也引进新的技术 包括我们的一个排烟管的一个干冰机器人的一个清洗的一个方式 以往的一个清洗人员是要到这里面来的一个管路去做清洗 而且要使用相关的一个化学药品 那我们利用干冰的一个机器人的方式 人员就可以不用进入到这个管内清洗 而且也不用爬高爬低来减少这个公安方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危害的一个部分 另外我们在整个一个依法系统包括一些证照管理 然后人员的一个一些作业的一个管制的相关的一个作用 大家好那我想大统一公司今年可以获得这个劳动部所颁发的一个国家职业安全卫生奖 中小企业特别奖 那我想我们在这边感到无比的光荣 那也非常感谢劳工局跟劳动部给我们的这样的肯定 好那我想大统一公司大概20年前就开始导入一些职安慰的一个管理系统 那也在多年前就参加我们刚刚统一集团的这个所谓的小机就是安慰家族 那到这两年我们自己成立安慰家族 那我想透过不断的一个观摩学习理念的交换 那我们都会了解说其实最好的一个职安慰的管理就是说你能够同理心 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危险的场所或者说一些不安全的动作怎么样能够把它消拟掉 或者说怎么样让他本职安全去进行 就可以不需要去做那些危险的动作 好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这次参加这个奖项的话主要的一些亮点 就是说比较创新的部分 大概以因为到同一公司是一个一个黄豆进口 很频繁的一个因为我们要鼓舞要去炸油 要去所谓的做大豆沙拉油 那进出的都是很大型的这个卡车设备 那这些司机他们以往都是要站到所谓的那个卡车上面去拉跟盖这些帆布 那这个都是一个高价作业 那也都常常发生一些坠落的风险 那所以我们大概在十年前有导入一套 就是他可以在地上地面上就可以自动去掀这个帆布跟开帆布的这一个 算是一个自动测卷式帆布盖的一个设备 那这个部分也蛮高兴 就是说也都有一些整个台湾的这些卡车司机 他们都觉得很好用因为省时省力又零风险 所以现在几乎全台大概是就我们知道大概是有500台以上的这个卡车都已经改改成这样子的一个设施 也算是有影响到其他的产业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大概都知道一些大型的车辆 其实常常都会有超载的一个风险 那对我们用路人的安全或者一些道路的安全其实都是比较不好的 那所以大同一在这个部分也发挥自己的一些就是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那就是借由一些资讯的管控QR Code的管制 让我们的出厂的一些这些车辆这些载货的司机他们是以不超载的一个方式去出货 那目前这个部分也算成效也蛮不错的 而且也都受到很多的司机方运货的就是运输公司的一些赞赏 那这个部分也算推行的还可以 那接下来大概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厂内的一些人因工程的一个改善 那包括怎么样去购置建制一些比较友善的一个职场环境 然后或者说对人员的包括自己的员工 还有长期承软商的一些健康促进 那这个部分都是我们陆陆续续都还在进行的一个一个事项 那也都有一些成果成果可以展现 那我想我们还有很多可以继续努力 那也希望未来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多琢磨 那再去多加油 谢谢 旭美妍 国家专丸李清娥的标识 局长还有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流行齐美医院 那首先非常感谢就是劳动部还有劳工局的指导 那我们荣获今年112年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的 劳动健康特别奖 那我们医院呢在在地经营大概已经就是19年 明年即将迈入第20年 那我们秉持着院长就是的理念 要把員工照顧好 那也要把病人照顧好 我想医療体系主要是要把病人照顧好 可是我们在照顾病人之前 那一定要把员工也照顾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员工的劳动健康的部分呢 那员工身心灵的部分 都是我们就极力要去维护跟照顾的 那除了提供员工很好的 就是内外在环境 那有关一些法规 我们医院觉得是优于法规执行 那除了优于法规以外呢 那我们会提供员工很多 或有关身体心灵方面的一些维护 跟就是提供一些措施 可以让他们去执行 比如说在这两年 疫情就是非常严重的时候 那医院该提供的一些 相关的防护设备 那绝对会让员工 就是有足够的维护设备可以使用 那另外让他在心灵上面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医疗人员 在医院工作 那会担心说传染给他们 那所以医院也有开了 就是防疫旅馆跟防疫宿舍 那员工可以安心的住在里面 那所以除了提供很好的防护设备 那还有让他们有安心可以住的地方 那心灵的部分 我们也提供了全面的防护 那除了就是 我们的心灵防护就是有三级防护 这是我想在这一次 我们提供员工除了就是硬体方面 还有心灵上面就是最大的一个亮点 那平常我们会办很多的员工家庭日 输压活动 那除了这样以外呢 我们会用评估表 那去了解员工 那适时的发现员工心灵上面的问题 那即时的介入 那员工如果需要个别智商 那也会提供他们就是智商的需要 那适时的介入 让员工身心都可以在医院里面安心 那可以在一个健康的职场里面工作 那甚至照顾到他们的家庭里面 那我想这是我们 秉持着院长经营的理念 把员工照顾好 跟把病人照顾好 谢谢 路红教 翁新级教授的标识 今年本市在到国家这种安全卫生中 三个地方团队 其中通议企业和大通议企业是 本市安慰家族的核心企业 接下来既美业是安全卫生家族的生怨 另外一位位于中华官同样在 中小企业别别中的 生业电脑郭文医院公司 它也是本市申霸安慰家族的生怨 参加该家族的运作有处可见 本市所推动的安慰家族的运作 无许已经有上当的生效 平成由核心企业渐渐航家族行丸杂根 甚至能够更改造有夥传 目前本市已经复杜成了议 37个安慰家族 超过870斤的脸业丹尉 参与愿作 以防透过本市幸运地 接触这种丹尉 在机与安全卫生的优异作为 因得本市所有脸丹尉 学习百人在这些安全卫生 业务上的优点 尽于提升主义 这个安的水平 所以这安不太好 只有更好 只要大家轻用心导致 并能应做安全的工作环境 关于这些灾害的发生纪律 最好共许 在到一百十二年国家 这些安全卫生中的企业 感谢您的付出 让全国民众可以看到 台南市这种安全卫生 与健康业务的成果 也保安所有其他事业团 为共同来打招 跟台南市搭责 生育乐感朋友 可以安基六业的希望 以上是 大伯萌新闻网报导